嗨大家好我是影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第七史詩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新的四星光暗角色 那現在這次出的是呢 四星的光系盜賊蘇琳的光暗版本 大家看到這個樣子,哇非常的美 我其實很喜歡日本的和服啊、巫女的服裝啊 不然就是武士的服裝之類的 日本風格的服裝其實我都還蠻喜歡的 所以這隻角色呢我非常喜歡 他的樣子、他的立繪我是算是非常有愛的 好我們這邊來看一下韓國他們在直播的時候呢 他所放出來的影片 東方的菜國海培到了 三十四 三十四 供恩的屬音是了4級的独狙 同狙系列的狗狙中的狗狙 和是對方強力的高度 對方威能和效果的報 sana 分別是有無限量的狗狙 3屬於狗狙的狗狙 就是攻擊力後 屬於85%的狗狙 怎麼可能發生了 自己去遇的威能鬥 孫幾 harden 增加雙擊力 ohjee 雷雷雷雷雷 封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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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是一種英雄的英雄 請留言給大家分享 今天謝謝大家 好看完了影片我們先來分析一下他的基本數值 他是四星的光系盜賊嘛 那以盜賊來講的話他滿心滿覺醒的時候 攻擊力只有1000出頭 這個其實算是有點低 以打死來講算是偏低的 然後生命力呢也算低 因為只有5000出頭 速度117算是中上 速度117還算蠻快的 然後呢防禦力是497也將近500左右 也是非常低 那優點是速度快 還有他的暴擊機率呢 居然有27% 所以我們裝備可以選擇就是暴率增加的少一點 然後把這些數值拿去撐攻擊也算是不錯 所以我們裝備就不需要太多的暴擊機率 我們可以多撐一些攻擊力 然後下面這邊還可以看到效果命中有增加12% 所以雖然說他的屬性並不是很好啦 可是暴率跟效果命中都有增加 稍微彌補了一下他屬性偏低的這個缺陷 所以我們裝備就可以盡量去撐他的攻擊 陣型的部分呢 可以加後面跟上面這兩個位置的效果命中 那如果是加自己的話呢 就是增加自己的攻擊力啦 好 我們先看到他大招 他的大招乍看之下不怎麼樣 但是因為搭配他的被動之後就變得還不錯 他的大招呢 打敵方全體然後獲得2點靈魂 冷卻時間在強化到加3的時候是4回合 所以攻擊敵方全體之後有60%的機率 可以讓敵方呢 有2回合不可以上任何的buff 強化技能強化到加4的時候呢 就會變成85% 所以機率也算蠻高的 另外造成的傷害呢 根據自己減血的量來增加傷害 所以自己血減的越多 他造成的傷害就會越高 那到底打出來會不會痛呢 也是要看他的傷害倍率啦 再來就是他的被動了 這隻角色每次被攻擊的時候 絕對不會超過他50%的血量 所以一定要被打2次以上才會死掉 另外呢 如果他自己血低於70%的時候 因為打鎖嘛 其實低於70%是非常容易的 通常被打一下就是低於70% 低於70%血的時候呢 只要敵方行動完之後呢 自己的速攻值就會增加15% 那強化技能強化到加5的時候就會變成30% 然後每一回合能夠觸發一次 也就是說這隻角色可以超車 增加30%的速攻值其實算是加很多 那我覺得這個被動呢 如果這隻角色技能傷害倍率不錯的話 其實可以刻到暗刺 因為把暗刺殺掉之後 暗刺放大招轟下來 他也只會減50%的血 他不會一次就被打死 雖然他是一隻打死我 然後血很薄 防禦力又很低 可是呢 就是因為他有這個好處 被打最多只會傷害50%的血 他就可以在被暗刺攻擊之後呢 再反擊暗刺 尤其是他自己會給自己拉條這一點 我覺得非常棒 而且他拉條又是拉30% 我覺得拉條拉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他被動很厲害 再來就是他的普通攻擊 我覺得他普通攻擊就稍微比較遜色一點 並不是非常的強 普通攻擊呢 是可以讓敵方有35%的機率 去造成兩個兩回合的出血 那強化技能強化到加4的時候就會變成50% 另外攻擊力會依照你自己損失的血量而增加 那當然又是要看倍率啦 那這隻角色還沒有解包或還沒出之前 其實我們不好去評斷他的技能到底會造成多少的傷害 因為像查爾斯他雖然攻擊力本身很低 可是他的技能倍率很高 打出來的傷害數字就會很漂亮 這隻角色不太確定 而且還要另外看他損失多少血會增加多少傷害 這一點我們也不確定 如果說這隻角色技能傷害倍率很高的話 其實這隻角色我覺得會蠻厲害的 因為主要是他的被動非常的特殊 同時包含了被打只會減50%的血 另外還會自己拉條30% 我覺得非常的強 那如果他的技能傷害倍率如果夠高的話 其實可以給他裝吸血套 因為他每一次最多減50%的血 所以如果我方的隊伍裡面沒有補師的話 他其實被打兩次就會死掉 如果有裝吸血套的話 只要多吸一滴的血 其實就可以讓他多被打一次 就是被打第三次才會死掉 但是裝備吸血套就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因為不是攻擊或不是爆傷套嘛 所以他的攻擊力就會下降一些 那我覺得這隻角色主要還是以攻擊為主 如果他的倍率不夠高 其實裝備爆傷套或攻擊套或爆率套可能會更好 那如果倍率夠高其實可以考慮吸血套或反擊套 應該都有不錯的效用 這角色感覺起來蠻好玩的喔 另外這邊還多了一張圖 哇這個圖好棒喔 這個圖可以做成桌面 如果解析度再好一點的話 因為這邊看起來有點萌萌的 非常棒的一個圖 然後這一隻角色呢 有人解包說就是在近期會出 這隻角色跟卡威力都即將要在 最近就會出了 那預計應該是在情人節的之後吧 情人節好像是莉迪卡在加 另外一隻新的角色 然後呢 接下來才會出這個女生 再加上卡威力 這兩隻大家期待已久的角色啦 那另外一點題外話 這邊可以看到 維維安她的那兩顆 現在比較科學了一點 再來呢就是出了兩個新的時裝 那莉迪卡的時裝 其實是火系莉迪卡的時裝 我本來看到這個十字架以為是光系的莉迪卡 但不是她這個是火系的莉迪卡 然後呢這邊看一下她的畫面 OK就這樣 她本來呢放大招的時候啊 這邊找一下 對對對就是這邊 放大招的時候這邊本來臉紅的更明顯 那這邊呢因為穿了新娘時裝之後呢 她把這個臉紅的色調調低了一點 就比較看不太出來臉紅的感覺 所以就沒有那麼變態的感覺啦 然後再來就是下面的紳士巴薩爾 這個是木系巴薩爾的時裝 那這個時裝呢是經過通行證來獲取 所以這個時裝會便宜非常多 大家應該都可以入手 那我們來看一下 欸有玫瑰花瓣欸 欸這個時裝不錯 而且也太好笑了吧 她本來拿的法杖變成這個花耶 差太多 而且我覺得比較好的是她 她在使用招式的時候或使用一些動作的時候 她這個有玫瑰花瓣的效果 這一個是本來沒有的效果 我覺得除了樣子不一樣之外呢 還有一些特殊的效果 會讓這個skin感覺更精緻 我喜歡的就是這種skin 如果說只是換一個樣子 然後技能效果都沒有變的話 我就覺得這個skin好像比較廉價的感覺 那這個skin我就覺得真的不錯 而且又是便宜的 大家幾乎都可以入手 然後下面這一個skin我就不知道是誰的skin了 我不太確定這隻角色 難道是潔若米亞嗎 可是她髮色又不是全紅 所以我不太確定這個服裝 是誰的服裝 那另外呢有人解包出來說 接下來的新章節活動呢 都會以一個四星加一隻五星的組合 像第一週呢是維維安加卡瓦娜 就一隻五星一隻四星的組合 第二週呢是艾蕾娜加克羅澤 那第三週呢就是偶像加賽麗絲 所以呢賽麗絲應該是四星啦 脖子也是大家的猜測 因為她就剛好前兩週都是一個五星加一隻四星 那所以第三週呢應該偶像是五星 然後賽麗絲應該就是四星吧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所有新消息啦 其實我個人還蠻興奮 我覺得光系的蘇琳感覺還蠻厲害的 希望她的倍率不要太低 太低的話又會毀了一隻打手 所以希望她的倍率不錯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新訊息啦 那我會在台灣時間禮拜五 也就是大家看到影片的今天晚上十點鐘直播囉 那我已經在各大平台放上公告了 大家如果有空的話就歡迎來玩啦 OK謝謝各位的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喔 我們下次再見,各位再見,掰掰